这是一个橘子 每个国家的叫法和写法却各不相同 以英文为母语的英国人为例 他们往往是先记住橘子的读音 然后知道什么是橘子 最后才记住并拼写这个单词 所以当我们要记住Orange这个单词的时候 小爱老师通过形 生 意 字 四个维度以学母语的方式帮助大家学好阴谋外语 学完单词后主动复习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小爱老师 从看中文读单词 看中文拼单词 看单词说中文 看单词选中文 听单词说中文 听单词选中文 以及综合全方位复习 利用多感官构建多维度复习测试 让你从四肌硬背中解脱 真正做到无痛轻松背单词 学完就忘怎么就 根据爱编浩斯遗忘曲线 小爱老师 利用人工智能科学的分析 结合单词难易程度等因素 在一小时 八小时 一天 两天 四天 七天 十五天 三十天 这八个关键时间点 反复复习对抗遗忘 最后 你会发现 说外语变得像呼吸一样自然 小爱老师 口袋里的英语外教 正好 但我学习 我能俩最后 最后 一条 总顺 幻衍